郭靖雄議員 歡迎大家再次回到會場 我們論壇的第二部份 服務領域新催世現在就開始 歡迎第一位港姐何孝恩先生 何孝恩先生是香港大學 行為健康教員中心的研究主任 亦都是香港大學 社會工作及行政系的榮譽講師 何孝恩先生就會講一個 剛才我們港姐都提及到的 Hospice Home的網站 他就會講一下現在社交媒體 怎樣幫我們傳遞生死教育的訊息 有請學生 大家好 好多謝大會議請我來講這個題目 其實在過去十幾二十年左右 在西方的社會裏面 在舒緩治療和臨終照顧裏面 都提及了一個字就是尊嚴 其實尊嚴是甚麼來的呢 在很多的文章裏面都講一句 主任不僅是靠字 或是靠言語去講 而是行動去做的 是希望可以透過一些 慈愛的關顧 讓臨終的病患 或者在人生的晚期裏面 可以取得一個臨終的尊嚴 那在香港的情況大家都知道 其實過去一九八幾年開始 我們都推行了舒緩治療這個方法 在今時今日 我們的舒緩治療 在香港的各大醫院裏面 都非常全面的了 有交居的事故 有社區的事故 在醫院裏面都有自己的一些 很全然的配套 但是剛才劉醫生都講過 其實在兩年之前 新加坡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在整十個國家裏面 訪問去探討Quality of Death 死亡的質素裏面 香港是在十個國家裏面訪問第二實的 我們是落後於新加坡 亦都落後於台灣 我們有些甚麼地方是不夠好的呢 首先我們最基本的 臨終治療的environment 那個文化是不夠強的 我們可以得到 Out of life care 第二項 這個availability 可不可以去到用到的呢 都是排第24 還有那個價錢 要得到舒緩治療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貴的價錢 那個cost 是很大 那麼 他那個文章裏面都講過 其實有些甚麼問題呢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香港文化裏面對死亡的結果 依然是非常之強 第二也都講過 就是說 其實香港最缺乏的 就是一個政府大頭的一個政策 怎樣去推動舒緩治療呢 在民間上 那 其實就正正因為尊嚴這個題材 我們敲到行為檢驗人中心 在過去兩年去社區 就研究了一個 真是講臨終尊嚴 我們訪問了18個家庭 18個臨終病患者 以及18個他們的家屬 問他們究竟尊嚴是甚麼來的 從而之間我們看了政府 和醫管局 和一些Nursing home 究竟跟這些尊嚴的對質是怎樣的呢 我們發覺三大範疇的發言 第一就是發覺 在醫院裏面的服務是非常非常之好 在醫院裏面的臨終照顧 和舒緩治療部門非常之好 有一個78歲的婆婆跟我說 在舒緩治療病房裏面的護士 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他曾經可以在床上 在沙發上等著看診的時候 有護士倒杯茶去喝 但是當你走出這門的時候 當他不再在舒緩治療部門之後 全世界是不同了的 一個58歲的人跟我說 當你走出這門之後 那世界就不同了 你那些醫生 一般的醫生就是護士 根本就不會care 不會care的 有一個30歲的兒子跟我說 他爸爸跟他帶一帶 爸爸看醫生 不在舒緩治療科 在便尿科看醫生 他跟我的醫生說 我爸爸在這裏很痛 怎麼辦 醫生說 他沒有事 你可以回家 在短短一分鐘的過程裏面 問他兩次 醫生的答案都是一樣 沒事 你可以回家 而且他連眼睛都看過眼睛 這就是天與地的分別 在舒緩治療病房 和在舒緩治療病房裏面 差異是非常之大的 第二發覺就是 大部份的老人家 或者臨中的病患者 很多都會住在私人的老人院 私家的老人院 我們發覺 私家老人院的質素 和他們的價錢 是非常之惡貴 有一個56歲的病患者 跟我們說 我整個人生 是圍繞著老人院的運作 而穩行 他早上5時起床 因為ições 因為臨監 我說明說 怎麼慢吃? 另一個46歲的照顧者 對我說 每一次老人院 和我媽媽的老人院 去看醫生 這個時候顧押UC 價錢是不同的 如果那個 帶去看醫生的人 是顧慮的人士 передには便利13水總比 因為快一點 他也對我說 一個57歲做孫工的爸爸 告訴我 他的爸爸犯了 抹期疫症 他無法照顧他 他家中間接受 他說 他知道自己爸爸 照顧不到自己爸爸的時侯 他跟他去看找老人院 他走到深水埗 隔十幾條街找老人院 他說第一間上去 他發覺的 我問他甚麼叫專業 他說沒有專業 為甚麼 因為三千元的老人院就是這樣 一上去 第一次發覺到的就是籌 然後左手邊有個伯伯 在病床上沒有穿褲 躺在那裡 右手邊有個旁邊在那裡醒發 他就說這簡直是人間地路 你可以發覺到 香港在今時今日的社會 在私家與老人院的情況是可以差到這樣 我們去看回政府的一些服務 其實醫生說到專業這件事 不單止是舒緩治療的醫生 才可以給老人家玩病人的專業 其實任何的醫生 當他知道病人是死亡時 專業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看回一些 Call of Conduct 關於老人院 就算是私家老人院 他講到有提過專業兩次的 在這裏面 他說我們要尊重和尊重一些老人家的專業 甚麼時候呢 就是當他在洗澡的時候 當他在換衣服的時候 當他在換衣服的時候 我們要給他一些聘用 讓他有專業 就是這麼簡單 另外就是我們都說了 我們都說了 老人家是有自由的機會 我們要尊重他們的專業 讓我們可以有自由的活動 但是只是不可以讓他綁住他們 我們的Policy 我們的社會政策 我們的不同的Social Policy 他們的重點是放得很少很少 令到我們香港的老人 或者香港的林中民 或者在林中人生的馬距裏 很難得到一個有專業的死亡 剛才都說過 香港面對很多的問題 人口陸法的問題 我們越來越長命 越來越長命 都衍生到 越來越多人需要醫療服務 我們發覺 林中照顧和舒緩治療 在今時今日 不單止只可以在醫院裡面運行 其實在社區裡面 在民間裡面 都是需要去推行這個樣的 我們有一個面對這麼大的問題的時候 怎樣去面對呢 我們有很多學者都說過 我們需要一個衛生照顧的模式 去推行舒緩治療 令到舒緩治療 或者林中照顧的這個knowledge 和這個awareness 在社會裡面不同的價格 都滲透到在裡面 我們要用一個健康推廣的態度 去面對舒緩治療 令到我們全民都可以參與 令到我們可以有時間 有空間給他們反思 我們人生的馬距裏 需要些什麼 有一個communal的platform 一個共用的平台 讓我們做這件事 令到更多人可以involve到 就牽涉了靈性這件事 我們很榮向有 李嘉誠基安會 香港大學和醫管局 在2011年3月的時候 推行了靈性網站 我們希望透過靈性網站 可以給一個網上的平台 一個共用的平台 給不同社會人士 可以有一個方法 去得到這麼多的資訊 得到這麼多的資訊 令到他們可以學到一些關於舒緩治療的資訊 給他們一些機會反思 給他們一些機會學到 如何照顧人生 他們病人或是家人 其實希望透過這些平台 可以給到 臨足病患者和他的家屬 在人生的晚期 可以得到威城 還有得到一些很大的幫助 其實是怎樣的呢 其實你會發覺 其實我們如果要全民參與的話 只是透過機會 還要救香港大學是不夠的 我們是透過很多很多的 的脫帝支持 包括Sky High 包括ESD Life 包括機閣國 包括一些population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在不同的社會機構 在學校 在NGO 在民間的組織 我們都是滲透在他們裡面 令到他們全民去參與這個活動 我們的內容包含了三大部份 包括知識和資源 一個分享和參與的部份 亦都有互動為支持的部份 先說一下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其實香港剛才也說過 李嘉誠在十個不同的醫院 都有十間的靈社 其實這個網站也透過網站 給大眾知道 十間靈社 他們每一個月 或者某一個季節 他們是做些什麼的活動 我們有很多的資訊 一個資訊室 或者一個資料室 是解答了很多一些 基本的疑難 譬如說 如果我家中有小朋友 家中有死亡 我怎麼跟小朋友說 譬如說 我爸爸病小的話 我怎麼可以幫到他 很多這些問題 我們透過簡單直接的方式 在網上平台裡面 你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得到很直接的答案 另外 另外我們除了在文字上之外 有一個講解 其實我們在 因為明白到很多時候 我們不是喜歡看很多字的 我們都用了很多的資源 去拍攝了一些自修室的短片 是一些我們常見的臨中怪 或者是痛痴 變秘 吃不到東西 吃不到東西 沒有胃口 一些身心靈上的需要 我們都拍成短片 使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讓全民都可以了解到 其實這些情況是怎樣的 現在就和大家分享 其中一條短片 自修室的通訊處理 很好 吸不吸這些止痛就好了 Élı都不好 變得多久 有多久 陳柴 那你可以告訴醫生 你在哪地方痛 打醫生幫你檢查一下 是不是內部病痛呢 對 就是 是的 那是怎樣痛法的? 是好像閃電一樣 還是好像刀仔腳一樣痛法 好像刀仔腳一樣 如果用0至10分來形容你的痛 0分代表不痛 10分代表很嚴重的痛 那你覺得現在你的痛是多少分呢? 大約6分左右 那你的痛是持續地痛 還是一時有一時無的? 是一時是 那你會不會覺得 有時動到它那時會痛多些 還是你坐下來都一樣那麼痛? 有時可能放下收拾東西的時候 動到腰就會覺得痛 那你有沒有試過一些方法 可以減輕你的痛楚? 立即躺下來和吃止痛藥 但如果有時只是坐在那裡 其實會更加痛 那你覺得我嘗試給你的孖啡藥 效果是怎樣? 是孖啡藥 那你有沒有定時吃? 一時時 那你是何時才吃我們的孖啡藥? 那你頂不上那時才吃 你自己吃孖啡藥 我都負責的 陳先生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擔心這副作用是怎樣? 紋口和便秘 吃得多 不忍耀 無處吸毒感 還有 如果吃到辰了 沒效 就沒效 而且我還聽人說 嚴重的話 還會不會休息 那當然不吃 其實你又不用擔心 所有藥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 醫生會平衡過這些藥物對你的副作用 小心去調校最適合你的劑量 再會有一些舒緩副作用的藥物一起使用 只要你適當去服食這些藥物 痛錯就很容易可以控制得到 是的 其實大部份的止控藥的副作用 都是很輕明和很容易處理的 至於你剛才所提到的 會作藥和便秘 是一定會發生的 不過不是所有的副作用都一定會發生的 當你明白了治療中會出現的副作用之後 你去加以調節 其實是很容易去處理的 大家都明白到其實有多簡單 在一個短短的三分鐘點這邊 我們可以幫你解答到很多的謀 很多的正確的資訊 可以幫你矯正到 那大家如今回到家 就回到上網看看你們的影片 好嗎 除了短片之外 我們還有放在網上一些自我測試工具 剛才我都講到 其實Amy 都講到 其實有些人中的病 或者家人面對喪生的時候 都需要知道自己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放了一些很簡單的網上 前外測試工具放在網上裡面 我們都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網上 這個平台去互相參與 和互相的鼓勵 所以我們都有一個叫做打開心窗的環節 就是我們邀請了另一個服務 和前線工作人員 寫了很不同的blog 分享他們的心聲 告訴他們一些簡單的故事 令到我們可以更加明白 到臨終病患者 前線工作人員和家屬 他們面對的問題 另外也是很鼓勵 一些家屬 或者一些病人 去送上一些段片 為其他人做打氣 短短分享一些小小的片段 應該是病人送上來的一段片 是你很厲害的 你會看到 其實是他病人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想多年 要別人說 會感激他 和這個平台 我們可以分開那層心意 去鼓勵我們自己情願 更加有心和有力 去做這一件事 除此之外,其實有些Dimension Model是很重要的 例如人生回顧 另外一會Gloria也會說到人生回顧的話題 我們將整個人生回顧的模式都放在網上 任何人士登記了之後都可以上網上做這件事 做完之後你可以整本書寫出來送給你的家人 另外我們也明白到除了一些資訊之外 支持和互動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有這個不在革命的Online Forum 希望邀請不同的、面對不同的癌症病人 在上面都可以得到一個位置 得到聊天的方向和一個communication 另外就是我們也有一些Online 3D Card 幫助病人可以去送一些免費網上的禮物 給他們的supporting他們的家人 或者他們想分享的人 另外就是剛才也說到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一站式的服務 就是任何人士上網站覺得很興趣做義工的話 在網上也可以成為一種方法 這就可以去到利用重心的了 我們也明白到只是在網上做是不夠的 在社區上做了很多社區的教育 我們也做了很多其他活動 最近我們做了一個未知死焉珍的短片比賽 這個短片比賽是集合了Multi Agency 超過30間的機構是我們的合作夥伴 包括醫管局、包括教育局 我們在短短的兩月裡面收了一百零一份的短片 參加的影片 在一個禮拜之內 我們有一萬一千個Vid site visit 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都有十一萬的Site registered user 我們除了透過我們自己的網站之外 透過Facebook 用了一個名人 躺生死的一個promotional item 譬如用Gardi 譬如用不同的名人 說他們怎樣面對生死 怎樣面對死亡 用了這個網站 用了Facebook 用了YouTube host 我們那個點擊論 也是逐步逐步地去提升 這個我和大家分享 就是其中的一個 幾小時間 我和大家分享一個短片的 參加這個影片 你可以感受到 其實在我們社區裡面 很多人都是對這個人很有興趣 沒事的 幫你洗澡看看 小心點 一些意外會發生 我相信 也不是那麼差 遲些照片 小心點 沒事的 全都在問過著自己 你又問我還認識什麼 你不是不客氣嗎 我不用你照顧我嗎 只要你出了事 我想跟你說回 我發生過的經驗 你喜歡你做什麼 對方沒有人跟你爭吵 三年前 醫生說我剛才有個腫瘤 你是很生氣 你怎麼這麼對我 原來他都付出了這麼多 我的人生就好像沒有希望了 不過我沒有放棄到 我知道 還在生存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已經在那一階段 你不要放棄 媽媽 我還沒哭 你哭什麼 我還沒哭 喂 這是怎樣的 你覺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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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拿了一些東西給你 醫神比較高 全部新的 全部都進去 現在我給你聽好嗎 其實這麼多學生 好像也挺有興趣會來看 喂 我忘記戴耳機了 我下次拿給你聽好嗎 不好意思 你怕什麼氣氣 這麼小的力量 怎麼可能不給他 你別什麼都談了 唉 沒所謂 分手分手 我都去第一次見他哭 我都去第一次見他哭 想不到他為了我 我都哭了 唉 你可不可以起床 不要再鬥氣了 我當時有很多事做得不夠好 我跟你說對不起 我都很想念你 我都很想念你 我到底還生你什麼 你怎麼樣 可能我以後不會再見到這些畫面 但是我現在才明白 如果我沒有你們的知識 我是會撐不住的 我真是很想和你們說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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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其實我們社會大眾的市民 透過一個網上平台 透過一個大眾媒體的參與 其實可以將生死革命 最近生命請我吃的一個靈魂 另一個段片 所以這些段片全在網上都可以看到 我想最後就是要說 其實我們要透過生死革命 改變到 令到舒緩治療的信息 在坊間滲透了每個月的樂 其實透過網絡和社交媒體 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何先生 接下來我們有請陳凱詩女士 今天我們聽過北區醫院的情況 又聽過港島西聯網的情況 陳凱詩女士是代表威爾斯親王醫院 總流科靈養中心 他是靈養中心的農曹生理學家 陳凱詩女士就會為我們分享 人生回顧靈養關聯的應用 我們可以將時間交給陳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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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目標是甚麼 為甚麼我們要做人生回顧的練習 怎樣去做 以及在做人生回顧的時候 我們需要注意的事項 以及過往的一些研究成效 相信大家如果有接觸過一些 靈養病患者的話 很多時都看到病患者 在病的時候會有甚麼情況 有很多的身體徵狀 痛吵 不舒服 不能夠照顧自己 又或者要依賴身邊的人 去照顧自己等等 一些這樣的情況 往往會令到他們覺得 好像失去了尊嚴 失去了尊重 亦都好像很沒有價值 很多時病人就會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甚至乎有些病人說 尤其是有一個都不止之症 不如讓我快點死 快點離開這個世界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時他們只是覺得自己沒有用 是一個負擔 亦都覺得將來好沒有希望 生命好沒有意義等等 亦都我們叫做一個好像存在的恐懼 即是甚麼呢 就是好像面對死亡的時候 那種無力感 有見及此 其實我們回到一些理論的話 我們看到根據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家 Eric Eribson 說過 在人生不同的階段 其實我們有不同的目標 在人生最後的階段的時候 其實我們往往需要追求自我完善 甚麼是自我完善 大家知不知道 有沒有聽過呢 很簡單的 回頭回頭 你們想想自己的人生 覺得自己的人生是過成怎樣的 OK 我們說 很多時其實作為人 我們都希望 看回頭 看到我們自己的人生是一個目標 有一個意義在那裡 有一個完整性在那裡 就好像我就會說 考完試或者讀完書 大家都想知道自己的成績是怎樣 大家在自己的人生 看回頭 是有一些見樹在那裡 還是看回頭 覺得只是虛度了自己一生 好像一張白紙 白額過了一生 我們會說如果病人能夠看到 自己的生命裡面 所達到的一些目標 是甚麼 他們就可以避免 跌入一些絕望的困境裡面 簡單說 人生會顧的目標 其實我們是希望幫助病人去看 肯定他們生命裡面 有的一些成就 在過去裡面 或者對將來裡面 有一些的失落 有些的遺憾 等等 可以幫他們去調解 處理 亦都去肯定他們自己的生命的價值 甚至乎去看回他們生命的延續性等等 稍後我會舉些例子 幫助大家明白 我們怎樣去達到一些這樣的目標 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做人生回顧這個練習的目標 很簡單的 就是meaning finding 幫他們去看回他們生命裡面的意義 是的 那過程 Jacky是真的怎樣做的呢 很簡單的就是 我們會嘗試跟病人 聽聽病人說 他們的一些Life experience 他們生命裡面的一些故事 一些經歷種種 然後有一點點點滴滴 我們幫他們怎樣去整輯 去整理 去organize他們生命的故事 我們聽得出裡面的 一些themes 主子是些什麼 他們覺得自己 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很重要的成就 他們的一些滿足感等等 我們剛才說過 可能很多時候 病人都會有一些的遺憾 不能夠做到一些 比如說有些病人就會說 好像不能夠看到自己的子女畢業 不能夠看到自己的子女結婚等等 一些這樣遺憾 癸 對將來的一些失落等等 我們幫他們怎樣去平衡一點去看回 也可以幫他們去肯定生命裡面的延續性 比如我試過有一個病人 每次他來覆診的時候 你都感覺到他一種孤寂的感覺 亦都覺得好像 你看到他的身體有很多的不舒服 痛楚 甚至乎我會形容一些好像痛苦 但你見到這個人的感覺 是給你一種很孤寂和很凶鬱鬱的感覺 我們只知道他離婚 其實有兩個子女都很大過 但就很少聯絡 病人很多時候我們跟他談的時候 聽得出其實他背後 其實就是覺得好像自己 現在好像只有一個人去面對病 老婆騙了他養帶子女之後 就帶了子女走了 但我們跟他一起去做一個人生回顧的練習的時候 幫他去看回到 其實他一直以來 其實他很重視他的家庭 很重視他的家人 也是因為是這樣的話 他一直都堅持著這個價值觀 很努力去賺錢 去工作 其實那個目標 就是希望給他一個好的 好的經濟環境 生活環境 他的家人 他看到自己現在其實做到了這件事 最初的時候就覺得被太太 騙了他有帶子女 但其實他現在看到 其實我現在就算我真的不在 我太太或者我的子女 他們是可以好好生活 我子女已經大學畢業 我看到他們有謀生的能力 他們可以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我達到我的人生的目標 我做了我要做的 看到一個sense of completion 我們說一個完整性在 OK 他也會看回多一點 為什麼太太會離開我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太過著重賺錢了 可能我真的也不懂 也忽略了跟他們溝通 建立關係等等 但當他能夠持平一點去看回的時候 他會覺得這些失去 這些遺憾 我都接受了 或者我可以let go得到 因為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看得到我的生命 我要做的事 我已經完成了 這個病人 當我們和他一起經歷到 看回到他自己的人生 已經到了這些事的時候 他自己呢 我們見到他的人是鬆了 而且見到他就算有不舒服的時候 老實說 見到他有一種痛的感覺 但是那種苦啊 那種沉重的感覺 我們會覺得是少了 我自己就會說 做人生回顧 就好像萬千星際那樣的 其實病人有很多 在他整整幾十年的人生裏面 有很多bits and pieces 很多不同的人生的經歷 life experience等等 我們作為一個therapist 就是可以用人生回顧這個工具 其實就是幫他去緝錄 去organize 去看回到一些主要的themes 他的成就 那我就覺得人生回顧 是一個好好玩的過程 來的 那一個方式 可以很簡單地說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就說人要去講故事的話 就比較容易些 你要去問他 你覺得你的life怎樣 你的人生怎樣 通常ok啦 如果我問你們 可能你們都會這樣說 但是如果我們用一個storytelling的方法 的時候 我們會容易多到很多的information 多到很多的themes 可以採用出來 那有時候 譬如有些人 真的 你跟他聊的時候 他真的說得很簡單 我們說好像很minimize 自己 每個人都是這樣 照大一些子女 每個人都是這樣打分風 然後就等自己 沒有什麼特別的 人都是這樣 我們會叫做一個好像很thin 很平鋪直述的 一個description of自己的生命 那樣的 我們有時候可以很簡單地用一些道具 試一下 就是叫他家人 或者叫他帶一些相簿 或者一些信件 或者就是一些他很重視的物件 又或者可以利用一些音樂等等 都是可以很刺激到他們很多的memories 或者這些物件背後 其實很多時候都有很多的故事 來人神秘的故事 我們也可以試一下 就是錄音 錄影 或者甚至乎是用一些緝綠文字的方式 來幫病人去整理 在Dignity Therapy裡面 他們都很著重做life review 他們就比較著重做一個 我們叫做generativity document 就是有一點點就是 重點多一點就是 他們覺得重視Rose的角色是甚麼 以及他們可以留給後人的知識 或者智慧 我試過有一個病人 就是我在病房見他的時候 剛剛過了專門節目多久 跟他說 上次你女兒拿了幾隻種 來我們中心送給我們的同事 謝謝 我就說那種很厲害 好像是你的女兒包 他講一下講一下 就是這個種 我們引發做life review的exercise 其實他講一下 就是種也好 或者是他平時過時過節 喜歡做的糯米糕 糊頭糕 他都講他有一個獨門秘方 一些失傳的方式 其實就是由一些這樣的故事背後 引發到他說 就是我看回我自己的人生 其實我真的現在 我可以留到好的這些智慧 去包種也好 做糯米糕也好 而更加重要就是國家的觀念 他很開心就是說 看到譬如現在他的子女 甚至乎他的孫 甚至乎他的孫 整家的家庭 很重視家庭生活 每個星期都一定會聚在一起 等等 他會看到 就算自己不在的話 他的家人 都會繼續好好地秉承 他的價值觀 好好地生活下去 這個病人 在我們未跟他做人生會過的練習之前 很多時候他覺得自己是一個負擔的感覺很強 家人跟我們說 好像他被家人去照顧大小二變的時候 他都覺得好像很不自在很尷尬 但是慢慢慢慢 因為他肯定到自己對家庭人生的貢獻 在他被家人再去照顧他的時候 他覺得自然很多 覺得舒服很多 整個人可以平靜很多 很簡單提一下技巧 我們聽上去好像很簡單 只是說說故事而已 但其實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跟病人建立好的關係 我們要懂得去聆聽 懂得去聆聽 講的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剛才開始的時候 我就講過objective of life review 我們為什麼要去做人生會過 很多時候我們聽聽說故事 會失去那個focus 忘記自己為什麼要聽的 但很重要就是我們知道 病人的需要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做人生回顧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這樣會幫助我們 懂得去問一些問題 去留意病人的故事背後的 一些gaps missing pieces 都要留意很簡單 留意在做人生回顧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也要尊重病人的需要 譬如有時候有些病人 真的不願多說 我們要給他一些空間 又或者有時候有些病人 真的說得負面情緒 變得很強烈的時候 我們要懂得怎樣去收課 那就不要好像把東西都拆出來 然後病人的情緒 有困擾 有困在很多以前不開心的東西 我們就好像又不懂得收 收拾就走了 那就變成了對病人有一個風險 在那裡 最後提一提 過往的一些研究 我們看到 就是人生回顧的練習 可以減低到病人的抑鬱 和絕望感 亦都可以增加到他們的self-esteem 生活滿足感 甚至乎和家人的社交 他們的生活質素 和心理健康等等 我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陳女士的分享 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我們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接著下來 三位港姐都會重生到不同的宗教 就會出發 和我們看看靈養服務 我們首先有請溫爾玲女士 溫爾玲女士 是大國福衡中生有限公司的總幹事 她今天和我們分享的題目 就是尋找心靈的淨土 佛教院士關來服務部 請溫女士 請溫爾玲女士 早晨 首先在這裡 是多謝大會的邀請 大國福衡中生出席這個會議和研討會 容許我在這裡用少時間 因為在香港醫院 是有佛教的 有系統固定的關懷服務 只不過是很短短這兩三年的時間 在這裡我想先和大家去分享 我們的起步和成長 在佛教裏面 是有很多的大乘經典 其中有一本 大家是比較熟悉的花言經 在裏面是有最後一卷 叫做普賢行願品 普賢行願品 裏面是有提到佛弟子 如果他要成就佛陀的功德的話 他們首先要收集十種的港大行願 而其中一願就是恆順眾生 在這個恆順眾生裏面 有講到要服侍病中的病者 去利落有情 以往在香港很多佛教團體 佛教徒 他們很積極去醫院探病 他們去探訪一些病者 或者即將離世的病者 或者已經往生了的亡者 他陪同他們一起去念佛 去陪伴他們 希望他們早些解除病苦 和離苦得落 但是很少有團隊 會提供一個固定的 有系統的 在醫院的一個關懷服務 正正因為這樣 是有佛教徒 就起了一個善念 就是希望能夠在醫院 有一個佛教的關懷服務 去支援一些在病苦 受知無的病者 但是科行中心 就是因應這個善念來誕生的 在2009年的初 正式註冊成為一個 非牟利的佛教慈善團體 在註冊之後 我們專注在醫院裡的關顧病人 他的家屬和那裏的員工 乃至到安务院的長者 和普遍受到需要心靈關顧的普羅大族 我們很感恩 當時得到馬力醫院 心靈關顧組的周明德醫生 和他的團隊 對我們的關顧 鼓勵和支持 令到我們可以在2009年的11月 正式在那裏 開始佛教的關懷服務 有系統有規範 來開始服務 在2010年3月 郭良雄醫院 要求這個團隊 去醫院探訪末期的病患者 由那個時期 一直到去年的6月 在這個期間 我們陸續接受了幾間醫院的邀請 去提供同樣的服務 他們包括人際醫院 麥理號的復康中心 和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和沙田慈氏醫院等等 同時我們在去年的6月 我們終於獲得醫院的認可 得到等同其他宗教的 院目、靈目的跡函 去提供這個服務 我們叫做院士 我們設立了一個院士部 是全職長住在醫院 是為病人提供一個心靈關懷 這個院士是為醫院的佛教界 在醫院展開關懷 復老殿下了一個基礎 以及也推動了一個新的風氣 院士顧名思義在醫院 是侍奉病人的意思 去侍奉他們的家屬、員工 就著他們的重病 或者去世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提供一份關懷 心靈上的關顧 細心去聆聽他們的傾訴 給一份支持和鼓勵 令到佛教徒或非佛教徒 都可以在病苦之中 減少一份孤單 我們很誠意去陪他們過這個難關 由於這個醫院 是一個體驗心腦病死的地方 所以在院士和心靈大事的挑選和培訓方面 我們是非常之嚴謹的 他們是必須要有一個很穩定的情緒 以及是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所以他們是要完成所有的培訓課程 以及他們必須備有一個佛學的資格 佛學的進修資格 這些培訓的課程裡面 當然是事物不了 就是醫院的防感染課程 以及我們的外展關懷服務課程 善修課程、生死教育、生命教育課程 以及持續進階的培訓課程 每一次我們入病房之前 我們會先靜坐一會兒 讓大家的心安定下來之後 可以進去探訪的時候更加專注 和對受訪者的情緒的反應 能夠更加得到覺醒 在探訪完之後 我們會即時做一個分享 和互相的鼓勵和支持 每個月我們都會請到專業的社福界 醫護界的人士去和我們主持這個分享會 去提升院士和心靈大士的工作能力 和他們的心靈質素 在過去兩年多 心靈大士的人數 由09年10個人 每一年我們是有相當的增長 去到今年的年中 我們已經是大概有80個人 在這個增幅裏面 我們是感覺到那個鼓勵 和受訪者的人數 由09年的20多人 一直每年的增長 去到今年年初已經是300多人 在這個增長的速度來看 我們是感受到病人的需求 佛教的因果和緣起的定義 正正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遇到疫境和不如意的病者 他們如何去學習 去安心去面對他的煩惱和困難 然後可以知道 去理解到 所有的事情都是無常的 還有做出一些適當的處理之後 能力範圍可以做到的事情之後 就放下去安然去繼續 接受他人生的路程 在2011年年底 我們記得有一個個案 這個個案就是 有一個女士 在國內和她先生來香港 探訪醫院裡的初出生的外孫 她去到醫院的時候 看到這個嬰兒很精靈很開心 但不知為什麼突然間 即時在現場中中風 陷入一個昏迷 那個情況是非常不樂觀 當時送了進去ICU 大家可以感受到 他們的家人 是由一個極起極落的情緒 然後突然跌到她的谷底 在很短的時間 他們是經歷了生和死 我們的院士 是在當日的早上 11點鐘 接收了這個轉介之後 去陪伴她 給她們盡情傾訴 在慢慢安撫她們之下 令她們明白到 每一個人的出現 都有她的緣份 還有她的責任 還有一份愛心 她們開始慢慢接受了 以及能夠改變了當時的情緒 在ICU裡面 互相去感恩對方的存在 以及過往一起生活的 每一個片段 每一個事情 從而跟從我們的院士 含笑 去念著佛號 去送外婆的 很好地上路 在這裡我們是希望 我知道時間 好 我縮短一點 希望每一位朋友 她能夠珍惜生命 珍惜她們的健康 和珍惜她們擁有的一切 在每一次我們的探訪 都視為一個很好的恩怨 亦都希望在這個探訪的活動裡 透過發揮助人和自助精神之外 令到自己可以學習到 對生命的一個反思 在這裡我再多謝大會的支持 還有鼓勵 謝謝 謝謝 下一個位 我們邀請到 基督教靈實協會主任 緣木 黃文律師 上來和我們作出分享 分享的主題就是 墨子的安息與研究 基督教的靈養事工 我們將時間交給黃文律師 各位早晨 這一種的跨專業 或者是跨宗教的 有關靈養舒緩服務的講座 我覺得我們要經常推動 因為這個靈養舒緩服務 都是很多不同的專業的同事 來一起去推動 我也很感恩 剛剛十月頭 我帶了四十位不同醫院的 醫生、護士、社工 問你治療師 就是治療師 我們去台灣做了一個 四日的生死教的交流 和參觀 其實大家知道 所謂的靈養蝕蝕服務 都是源自教會 在足世紀開始 就是秉承聖經那個教導 就是有病的人 我們要關心他 所以到現在已經有很長的歷史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我透過我們基督教靈石協會 靈石靈養院的服務 要看我們那個靈養士工是怎樣 大家坐了很久 不如我們看一條短片 那條短片 是那條短片 是那條短片 現在我只有兩句 那條短片 是那條短片 是那條短片 那條短片 是這個姐姐會 魅力也詳細刺 是那一條短片 有帶大小的大小的柵 然後有和你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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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